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新院區在動 舊院區在動 大家一起動 重點是停工了 他沒有停 那這個在地址上是一個最危險的現象 你停工了他不停 那這個速度會加快 加快的結果是總有一天 他就整個翻過來了 過去山過地是完整的 是連續的 是中間不應該被挖成這個樣子的 那這就是捷運的機場軌道 那這就是樂神院的回容醫院新大樓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非常陡峭的邊坡 那在台灣的習慣上面 這樣子的一個工程的工法施工上 它的邊坡呢 它其實都會拉一個地毛 然後到這個固定的這個 固定端裡面去做固定 那固定了以後 其實有可能 有可能這個邊坡就安全了 但是呢也有時候會發生意外 例如大家應該都還有印象 之前北二高走三的時候 是不是就有報導說 地毛袖矩 那就是這個東西 因為地毛它可能收到地下水 那個城市袖矩了以後 它就拉繩 它就整個滑下來這樣 這是我用我們就是說 非工程專業的語言去理解的 那當然也有跟我工程師求證過 那這是一個正確的東西 那就跟大家解釋說 其實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救援區 然後新大樓這邊也一定要出現 許多多的裂縫跟傾斜的一個狀況 那到頭來如果 如果呢 非常不幸地就是說 地毛失去它的作用 那可能整天就會垮下來 我們這兩個月來呢 發動 為什麼會發動 為什麼能夠再發動抗爭 其實第一次出去抗爭 11月24號那一次 就是因為地毛的數據 拉到了90噸 然後這批地毛的數據 在110噸的時候 就會失去彈性 像畢竟是地盤性一樣 拉到130噸的時候 就會開始斷裂 而且根據風肯師的說法 110噸到130噸 這個過程是不可逆的 也就是說如果現在是90 也許它有機會回到89 88 但是如果你達到110噸 那你就是只有最後的緩送時間 也許讓你討論 也許讓你做什麼樣 趕快土方回田的事情 但是那個過程是不可逆的 那到了那個時候 整座山其實就是等待滑下來 這樣子的一個命運 我們的訴求 就是我們拿這張 就是用這張報紙去登報 上面的訴求 然後拿那張報紙去跟馬總統 當面澄清兩次 的訴求都是希望他把土方回田到一定的高度 土方回田到一定的高度 而且那個土一定是要壓實的 那壓實的時候呢 這個整個熱身院的這個邊坡下滑 在這個壓力就可以被解除 那現在檢舉提出來的民謀副幹事 他依然要往下挖 然後他再用一個人為的一個鋼構的結構 去把它頂住 那兩邊滑下來的力量 那第一個就像王光誠是剛剛說的 他在下挖的過程裡面 很可能就下挖到一半他就滑下來 他根本完全沒有機會再去做任何的一個 把鋼構的東西放進去的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而且呢我覺得這可惡的是 要跟各位老師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的訴求是不方回田 結果市政府跟外界說 他們現在呢往下挖 然後再放一個鋼構 然後呢再把土蓋一些回去 那個也叫做土方回田 就是他們竟然用這種方式跟人家說 他們要做的事情跟我們的事情是一樣的 其實抗爭這恐怖的就是這樣子 他使用一些跟你非常相似的語言 然後你完全搞不清楚 那不是因為是說外界搞不清楚 那他就以為說你們已經被擺了什麼事嗎 那再跟各位報告一個小小的一個 算是我們這邊的一個笑話 直到今天才是真正能夠讓人家笑出來的一個笑話 就是在最早最早大概2005年的時候 我們還不知道這邊的地質狀況的時候呢 其實明蛙覆蓋是我們曾經提議過的一個工法 但前提是我們完全不知道那時候地質那麼糟糕 因為我們是民間單位 我們無法掌握這些官方的資料 所以我們就提案說可不可以為了保留垃圾院 不要拆成這個樣子 我們做民蛙覆蓋好嗎 捷運局的回答是 不可能 絕對不可行 我們做不到 可是到了今天 為了解決這個危機 他重新去撿起我們錢的訴求來用 那跟分斷通車也是一樣的 2007年 熱身炒得最兇的時候 我們大有情的訴求就是要熱身分斷 捷運分斷通嘛 那可以保留垃圾院 那他們一樣說不可行不可行 但是就在今天 豪市長已經宣布禮拜四 新鮮線就要分斷通車 我們真的覺得非常的難過 就是以前的訴求 都被他們今天撿起來用 很可惜的是 熱身院是搬家的也搬家了 房子也拆了 然後該生病的也生病了 然後結果過世的也過世了 結果到頭來我們發現 這一切的抗生都怎麼的謊謬 他現在講的 明挖覆蓋法的做法是這樣 他這邊打一排排裝下去 這邊打一排排裝下去 然後往下挖的時候 就用鋼鉤去撐 撐住 撐完了以後 他把這個上面做一個混凝土的蓋子 做起來 再覆蓋 這是明挖覆蓋法 和一般的明挖差別是 它旁邊有兩排排裝 所以剛剛 剛剛辛傑講說 他重新要明挖 這個就是純粹明挖法 沒有覆蓋 就是整個把它挖掉 那現在他 這個明挖的東西 在民國96年530方案的時候 因為要熱身保存 所以被剝絕了 但是當時的提案中間 其實有一個 就是用地毛拉的這樣一個方案 還有他當時也提出明挖覆蓋 但是當時的明挖覆蓋 被否決掉了 大家那個時候的專家 所有的人都說 那不可惜 所以最後才決定用這個方案 那現在呢 他挖到這個地方發現這個問題了 那這個問題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大家看到這個地毛 他有伸出這個滑洞面 其實這個話都不對了 因為伸很長 就是說這個地毛 他做了這麼多地毛 只有底下的兩三排是有用的 有拉到後面去 其他的全部都在這裡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現在之所以沒有 它全面滑掉 是因為至少還有兩三排在這裡頂住 那兩三排顯然挖到十一月份 他們已經知道力量不夠了 不行了 那現在他們想說 凌挖覆蓋 挖下去他們裡面想說 我不再做地毛了 往裡面撐著好不好 差別是在這裡而已 捷運局在這個機場開挖的 失敗率是百分之一百 捷運局提出的什麼 新的永久性的方案 這個方案有兩個很荒謬的理由 第一個 現在他到底有沒有機會做這個方案 因為他還要設計 昨天提出來兩張圖而已 我搞不清楚 他是真正設計的 還是純粹為了選舉操作 去隨便畫出來那兩張圖 那兩張圖我來畫的話 大概兩個小時就畫完了 就這麼簡單的東西 叫永久性的方案 第二個荒謬的是 這個現在在做的這些東西 花了三十億是臨時的 這是不可能的 這是騙人的 花了三十億做的東西是臨時的 那萬一沒有永久性的做不出來怎麼辦 那麼他現在所說的這個永久方案 因為只有兩張圖 我沒辦法去判斷他行不行 但是以現在地這樣在滑的狀況 很明顯的就是過去他的判斷完全是錯的 那我們知道醫生在治療病人的時候 如果你發現原來的診斷都是錯的 是不是要重新做一些檢驗 原來你的檢驗都是錯的嘛 你跟我說這個檢驗做出來 結果不是這樣 你檢驗是不是要重新做 要不然你給我兩張圖 去醫我的身體 結果你的東西是錯的 你是要重新擠 他沒有 那這個在工程上是完全不對的 但是我知道 現在的滑動是每個禮拜都在進展 沒有一天停下來 好 那緊急措施是什麼 我們現在要求他 就是把土填回去 填回去的土還可以挖掉 而且花費比他花30億便宜很多 填回去再挖掉 只要幾千萬就夠了 唯一的差別只是他面子上掛不住 但是可以拯救垃圾 可以拯救新裝介入